来 为了我们的香食 干杯 干杯 上次被小日捣乱 这次我特意做了牛排 你尝尝看 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 怎么样 很好吃 还有呢 还有一股淡淡的酒香 很有层次感 我以前 从来没有给别人做过 你是第一个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西餐 谢谢你 得到你的肯定 我就知足了 对了 我还有道菜 等一下 那我跟你一起 喂 这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你想看吗 好啊 我很想看看你小时候的样子 这个小女孩是谁啊 是我 我小时候 我妈妈一直想有个女孩 所以从小就把我打扮成女孩子的样子 给我扎小辫子 还给我穿裙子呢 很漂亮啊 不说的话 真的看不出来是个男孩 他呢 这个人你认识 你猜猜看 龙日一 我们两个啊 从学前班就开始在一个班了 小夕 我喜欢你 做我女朋友吧 我的玩具和 什么叫零食 零 她小时候 不太会写笔画太复杂的字 所以 零来代替零食 所以这就是她写给你的情书是吗 所以这就是她写给你的情书是吗 因为在我小的时候经常穿裙子 她就以为我是女孩子嘛 追着我好久 有一次 她知道我就快要出国了 然后呢 就拿了好多零食 还有这张照片 想来挽留我 靳美 你在想什么 笑这么开心 你能不能把这张照片借我一下 我用完就还给你 你知道了 龙瑞姨之前不是逼我签了一个什么主仆协议吗 所以你就想用这张照片来制衡她 像她脾气这么臭的人 她肯定不希望别人发现她的黑历史啊 行 那这张照片我就送给你了 有了这张照片 你一定可以制衡她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之间 不用这么客气 既然叫金淳熙叫小熙 叫得这么亲热 龙日一 你死定了 一百四十八 一百四十九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 张老师 黎叔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 我有一件东西忘拿了 小少爷就在她房间 你自己去吧 谢谢黎叔 我 你怎么不穿衣服呀 我在我们家穿什么衣服啊 你快把衣服穿起来 我郁金不挡下面我挡上面啊 那我试试 别别别 哎呀 你想死啊 这家伙在想什么啊 是在想怎么惩罚我吧 从出生到现在 还没有一个人目睹过我的雄姿 现在倒好 被你看了个情况 怎么办吧 你刚出生的时候 难道没有被医生和护士看光吗 我不管 你看到的 你就得负责 我能对你负什么责 从现在起 做我的女人 谁让你占我便宜了呢 我也很吃亏的好不好 明明是你让我莫名其妙的 看 看到了莫名其妙的东西 什么叫莫名其妙的东西啊 你把前面那几个字给我去掉 你卑鄙 你下流 你才卑鄙下流 你无事 你恶心 拜托 半夜偷偷闯进房门的人是你 我不管 从现在起 你 就是我龙日仪的女人 你 我怎么样 帅气潇洒 还是熊子鹰发啊 你有什么不满意呢 你逃不掉的 从现在起 做我的女人 真是辣眼睛 跟这种家伙有什么好讲理的 跟这种不讲理的人 就应该把这张照片给他看 要是就这么贸然的给他看了 他肯定会一把多个去销毁的 还是得找一个合适的事情 再放这个胆中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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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么鬼啊 张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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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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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来了来了 找谁啊 阿姨 我们是静美的同学 对对对 好好好 请进啊 好好好 静美啊 搞好了没有啊 你们怎么上来了 大嫂 大嫂 你 谁让你们瞎叫的 你们快出去 大嫂 你可是完美偶像 上学怎么能迟到呢 停 静美 怎么回事 他们叫你什么 大嫂 谁是你们的大哥 我们的大哥 妈 我回头再给您解释 我们的大哥是龙日一 龙日一 姐 叔父 叔父 安心上学吧 晚上不回来也行 我这 上 去去去 打死了 妈 大嫂 快开门 走了 拜拜 拜拜姐 拜拜 我刚才听到那个名字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老妈 老姐这次发达了 是龙日一的车队 龙日一啊 大名鼎鼎的龙家 你说他们的大哥 就是龙日一 龙日一 龙日一以后就是我姐夫了 我看谁还敢招务我 怎么可能 放倒了 老妈 你就放过我吧 我昨天晚上真的不是故意的 做我龙日一的女朋友 做我龙日一的女朋友 是多少人的梦想的 但不是我的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好丢脸 这是人生的五点时刻 各位同学 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 下课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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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疲惫 那你们去世 谢谢大家